這一個資料庫建立之後的話呢 我如果快速的可以把這些資料放到SS裡面 那前面我們有講過 利用什麼方式最快呢 新增裡面有沒有 匯入資料表 匯入資料表 那匯入的話 他會把我們的Excel裡面的資料表都把它匯入進來 那順便講一下就是說呢 匯入是整個把資料放進來 另外底下有個連結 有的時候我們也會用連結 那連結跟匯入資料不一樣就是說 匯入呢 他會把資料整個通通搬過來了 那如果連結的話 只是把工作表做個連結 那如果說工作表會改變的話呢 那到時候也會跟著改變 那這裡我們選擇匯入好了 OK那把這個地方匯入 那匯入的資料呢 是Excel 所以這邊的話呢 請你選一下Excel 這邊的話呢 我們找一下 檔案類型的部分的話呢 找一下那個Excel Excel的檔案在這個地方 裡面它有提供Excel的部分 那我們把這個地方找一下Excel 那這可以注意哦 因為我們的 XS哦 我給各位那個 XS的那個版本2003 它只支援Excel 2003的格式 所以請各位哦 把這個格式也稍微另存一下 不然的話 如果你沒有另存 它預設是Excel Excel Excel 是不能支援的 所以請你把它轉換成2003 的格式 那一樣存在哪裡呢 存在一樣的路徑底下 然後把它存成這個 2003的格式 存完之後的話 我們可以看到 這個地方呢 就可以找到 我們要匯入的這個資料 XLX 就是XLS 的附檔名 那這邊會顯示這個工作表 請各位呢 把這個地方呢 按下一步 那第一 第一列是來 你按下一步 然後呢 存在哪裡呢 存在新的工作表 按下一步 那相關的東西 我想我通通把它 匯入進來好了 直接按下一步 那要不要建立主索引呢 這邊不要好了 按下一步 OK 那匯入的資料表名稱 就叫做問題9 按一個完成 OK 那這樣呢 我們就建立一個 建立一個這個資料表 名稱叫問題9 那如果說我今天呢 需要篩選出資料 並且把XLX資料庫呢 跟XLX做連結的話 那該怎麼做 我想這部分的話 請各位先完成 把那個資料 匯入到XLX資料庫這個動作 那最後呢 會在你的同樣的路徑底下 會產生一個叫db1.db的這個XLX資料庫 好 那我們再利用XLX去存取這個資料庫的裡面的東西 好 我把畫面的先還給各位一下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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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